酒店的餐廳剛剛裝修 所以我們吃早餐那裡是由會議室改建的 我開始病了,很累,很沒精神,又沒什麼胃口 但是都要繼續行程 今天我們去Lisvianca,是貝加爾湖旁邊的其中一個小鎮 距離伊爾富克只是一個半小時車程 在Central Market坐小鎮,只要20港元就到了 現在我們先參觀貝加爾博物館 入口旁邊有個衣帽間,可以放下外套 之後就可以輕輕鬆鬆地參觀 博物館一共有三層,全部都是介紹西伯利亞區和貝加爾湖的稀有品種 入到博物館就已經看到貝加爾湖第一的寶貝 貝加爾海豹在這裡歡迎我們 根據DNA的對比,貝加爾海豹是北冰洋環斑海豹演化過來的 在冰洋時期的時候,水位上升,之後水退的時候 他們就困在貝加爾湖,所以就演化成為現在的淡水海豹了 他們對人類其實很敏感,所以一般人是很難看到他們的,特別是冬天 那冬天的湖面結了冰,那海豹是怎樣休息的呢? 繼續參觀就會知道答案的啦 每隻貝加爾海豹身形都肥到圓桶,真的很可愛 貝加爾沉是生活在淡水的一種沉魚 貝加爾沉是生活在淡水的一種沉魚 海豹身長的,才會有一米那麼高 他們在湖中生得密密麻麻,好像蟲蟲一樣 而這些海綿是過濾湖水來拿東西吃的 而一種小蝦,就住在這些海綿之間 他們就是食肥油生物和腐肉為主 貝加爾湖湖水零污染,清澈無比 最大的功臣就是這些海綿和這些蝦仔啦 一會兒我們就會坐模擬潛艇,潛入湖底 看看湖裡面有什麼生物 這裡放了很多顯微鏡 可以讓你看到一些超微細的生物 好像這些超迷你蝦仔一樣 是陰體的 這裡也展示了很多西伯利亞區陸上的稀有品種 這裡可以看到湖是一個很長的彎越形 其實是由一個很深的裂谷而形成的 當湖面結冰的時候 海豹是會自己鑽一個洞 用來呼吸的 而海豹BB就在冰上 用雪堆一個洞 就在裡面住,不下水的 在什麼是? 好嗎? 那些秋白花 在裡面有rosoft? 來囉 在煙阿 就在煙阿 在煙阿 你不是說我 你要去用煙阿 唷 你的天然 你不得了 你不得到 你可以 這些設備全部都是用來潛入湖做研究的 看完博物館之後,我們就沿著海邊走 其實尼維卡是一個很漂亮的度假勝地 走了沒多久之後,我們就見到酒店了 進去看看吧! 這裡竟然有我最愛的souvenir concert 唉,又要跌錢了 肚子餓啦! 酒店對面有間餐廳 去看看有什麼吃 這裡也有很多韓國人 在餐廳的另一邊門走出去,原來景色很漂亮 啊,這裡其實都是貝加爾湖來的 吃完午餐,我們又可以遊貝加爾湖啦 原來很多人都走到湖好出那裡 離遠那裡有些什麼呢? 讓我們過去看看吧 走出去的時候,竟然有氣墊船經過我們旁邊 在湖那裡,看上岸 看到酒店,再加上冰獵 這個view真是很棒 這麼近岸邊的位置 就已經看到有冰獵和起泡冰了 又到了營箱時間啦 原來人們走到湖好出,就是看這座冰柱 在酒店那裡再去看看 往前走十多分鐘 我們見到一個賣手信的試集 但今天只有幾間店鋪開 真的病了,沒什麼胃口 但無論如何都要吃點東西 所以就去了酒店樓下那間 London Pub那裡吃飯 那裡是一間很英式的酒吧 東西其實都很好吃 很香 難道這就是Harry Potter裡面說的 忌廉奶油啤 好像雲呢拿雪糕 加進啤酒裡的味道 這裡的芝士麵包很新鮮 很鬆軟 整包軟綿綿,很香 Carbonara芝士味很濃 奶味很濃郁 不過長通粉對我來說 就硬了一點點了 洋蔥湯的味道還不錯 不過麵包和芝士 比在法國吃的時候就小很多了 這塊這麼厚的牛扒 只是137元 一點都不鹹,很鬆軟 牛味還很香 叫了這麼多食物 300元港幣都不用 真是很划算 今天我支持不住了 我要留在酒店休息了 不想再去吹風了 你自己去逛那30個景點吧 你自由啦 原來這間銀行就在我們酒店對面 換錢就方便啦 伊爾庫此刻 其實有很多很有特色 和歷史價值的建築物 政府為了方便遊客參觀 在地上用綠色線 把景點連在一起 只要沿著綠色線 用步行的方式 就可以看好這麼多景點 現在開始 我一個人參觀,我自由啦 每個景點旁邊都有一個介紹牌 很詳細地介紹 有關這一個建築物的資料 它還有齊全俄文 英文和中文的 主演大教堂 其實是伊爾庫此刻裏面 最有名,最標誌性的教堂之一 最有名,最標誌性的教堂之一 有些人以廣言 如果不想逛三十個景點的話 都一定會來這個教堂參觀 逛了這麼久,好餓啦 看到有間俄式的咖啡 進去吃個Lay Lunch 午餐都是$25港幣 有湯啦,餃子啦,Pizza啦 很划算,味道都OK的 你去了逛景點 那我就自由啦 雖然好病,但也有點肚餓 好在酒店附近逛三分鐘 就有間咖啡店 讓我自己去吃一塊蛋糕 先喝一杯咖啡 我喝咖啡的時候 你走到哪裡呢? 這間賣蜜糖的店鋪 在西伯利亞區是最有名的 很多旅遊景點和機場 都有它的蜜糖賣的 不經不覺已經走六個小時了 好累呀 酒店那間London Pub 真的很棒,今晚吃什麼好呢? 吃完飯之後 就已經結束伊爾富斯克的行程了 之後我們就搭夜機回到Vella Wall Street 機程約一小時左右 之後我們繼續Vella Wall Street的行程 包那個做菜 我們在這裡聊天 我們在這裡聊天 吃宅餐 每天晚上可以吃飯 吃到一片 有餐廳嗎? 吃飯